微博流传了一个笑话 十八大要延期 胡锦涛打电话跟奥巴马问 您能不能把美国学校家长会改期了呢 奥巴马问为什么 胡锦涛说都去美国开家长会 我们就不用开会了 这个笑话反映了一个真实的现象 就是中共的红三代已经涌进了美国各大名校 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留学英美 也引发了外界对中共红三代留学美国的关注 实际上很多红三代跟薄瓜瓜正好相反 他们是低调藏身在各大院校中 现在政治局常委贾清林的外孙女李子丹 也是进入了斯坦福大学 并且加入了学校的马术队 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化名进入哈佛大学 在学校里过得很平实 避免张扬 至少五名政治局常委都有儿女或孙一辈的在美国就读 其中最新演的是哈佛大学 不光习近平的女儿在这里 江泽民的孙子江志诚也毕业于哈佛的经济系 赵紫阳的孙女赵可歌是哈佛的工商管理硕士 其他的像陈云的孙女陈小丹 秦外长黄华和李肇星的儿子 也都曾经在这里就读过 中共高官子女刘选美国反映了高层对共产党思想和体制的双重不认可 前中共外长乔冠华的女儿洪晃是属于早期留学美国的这种高干的后代 他就曾经说过 中共高层已经远离早期的意识形态 这里的意识形态应该说就是共产主义 不光是洪三代留学海外 中共的高官培训也开始遗失海外 现任中组部部长的李源潮是政治局当中第一个在哈佛受训的成员 大军就报道 中共经过仔细的审核 选拔的官员被送往国外的顶尖大学特别设计的课程里面学习 第一批人就被送往的是哈佛大学 现在已经扩展到斯坦福 牛津 晋桥 东京等大学 一年前负责这个公派留学项目的基金负责人卢麦就说 这是一项重大的决定 我们已经派请超过4000多名官员 我不知道其他任何国家有向外派请这么大规模的人员 海外大学到底教会了他们一些什么呢 现在披露出的课程内容包括美国的政策 政府 媒体 策略谈判和危机公关 美国媒体就质疑 美国大学在帮助一个秦所未有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专制政权 磨刀 抛光 并加强它的专业化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 高官们知道了民主社会的运作 不实行民主还等什么呢